在南亚公开赛上,也是超级赛的一战,古剑杰陈文宏获胜 古剑杰陈文宏的年龄并不是特别大,特别是陈文宏是1987年出生的,古剑杰是1985年 徐称发球过腰为力 这次比赛呢,我们在双打比赛当中我们是看到 发球裁判对过腰为力的判罚非常的严格 确实这条规则应该得到职业球员和爱好者的重复 不要在胸口发球 古剑杰和陈文宏都曾经代表马来西亚参加过世青赛 他们都在世青赛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特别是双打方面 后来进入成年队之后呢,他们两个人配队,从06年的下半年开始 展现出了非常好的天赋和实力 他们06年就获得了亚运会的冠军 但是在那之后,包括07年在马来西亚本土进行的试点赛 还有08年的奥运会 还有期间的汤姆斯威等等比赛当中 他们在大赛上这两名选手的表现总是不尽人意 看看经过几年的磨练之后 在这次比赛,世青赛他们又再次杀入了四强 而且之前是胜了正在城和李隆大 这一对实力非常强的对手 看看这一次世青赛他们是不是能够 在个人上取得一个成绩上的突破 相比而言,徐晨和郭震东是一对年轻选手 他们在08年奥运会之后才开始组合 从09年才正式的固定配队 因为之前的中国队考虑蔡云和傅矮丰分别来以老代新 但是经过一段的试验之后 觉得还是蔡云和傅矮丰在一起组合 实力比较强 那么年轻的选手才固定下来徐晨和郭震东 来打当 这次徐晨和郭震东在成绩上也是取得了突破 他们上一届是八强 这一届已经杀入了四强 上一场比赛他们是苦战三局 2比1淘汰了丹麦的老江帕特和拉斯姆森 现在双方在开场之后呢 还是发接发前半场 这一块马来西亚对优势比较明显 他们的教练麦大基当年也是奥运会的双打冠军 印尼人 但是麦大基一直在国外执教 先在英国 现在又是在马来西亚 印尼羽毛球 特别是男子羽毛球 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 创下了非常辉煌的一个时代 他们在汤姆斯杯上五连贯 然后单打双打也是优秀人才辈出 世锦赛和奥运会都多次拿到冠军 但是在这种非常辉煌的一个时间段里面 也造成了一些内部的问题 像麦大基这样优秀的印尼人和笑乐 没有在国内执教 没有为自己的羽毛球国家队效力 也是一个例子 现在场上比分8比4 还是古建杰发球 波准东接发球 曾经在防守当中 他的站位很靠前很有攻击性 但是 郭正东的杀球球速也很快 他站位非常靠前 在对方杀的质量很好的情况下 很难来得及能够守住 这个球 陈文宏在刚才在往前有一个球 就是造成我们现在 曼东勒看到郭正东在被动过度的这一排球 他在之前往前有一个节奏上的停顿 就像我一样一样的这一排球 她说这一排球 我好想要这个阴子 有什么好想要 我好想要这个阴子